记者周燕于台北报道,为期九天的台北灯节,今天迈入第五天,北市观光传播局表示,雄赞季昨日瞧瞧现身后,吸引民众争相拍照,今天也将来到西本院寺创作区快闪。 另外,参观民众在今天限定活动时间,把雨灯区的合照上传,Facebook或Instagram并标记2018台北灯节,就可在快闪发送处兑换限量500个幸福高折小提灯,限时限量送完为止。 观传局表示,今天西门展演区的《狗来浮望赵满城》表演推出今日限定假日版,将表演舞台扩大到全灯区,从晚间6点30分开始,一路从西门主舞台到西门城朵,北门光雕,一期一会,重申善性,最后回到西门展演区,让民众不管在哪一区都可以看到原本只属于主舞台的特别节目。 同时,西门展演区的表演内容也将加入更多的表演团体,包括海OK人生乐团及魔术事件名声的精彩魔术秀。 观传局表示,民众今天来逛灯节,只要在17点30分到19点拍下自己与灯区的美照,上传到Facebook或Instagram,设定公开分享并且撇文注记。 2018台北灯节就有机会得到配合活动发送的限量幸福高者小提灯,时间只在28日晚上18点30分到19点。 于4号、5号服务台快闪发放,北市府吉祥物熊展演套路,今天还会到灯节来场快闪看灯的行程。 快闪起点为西本院寺创作区,欢迎所有熊粉到现场赌他。 观传局表示,灯节另外一个重头戏将是3月3日的采接大游行与紧接在后的万人点灯活动。 届时熊展也会在现场陪大家一起点灯,而曾在开幕时引爆话题的皮卡丘同时出现表演,并指办见面会。 更多有关灯的活动资讯可上台北灯节官方网站查询。 届时熊展演奏。